视听伴唱场所的小窗户传出高声欢唱的声音 但这里是宜兰东山乡已经宣布八大场所暂停营业 店家却违法照常营业 县府直接开罚 只是现在疫情持续升温 似乎不是暂停八大场所营业就可以防堵疫情 指挥中心15号宣布台北新北升级三级警戒 全国包括KTV在内的休闲娱乐场所关闭 停止宗教祭祀场所进香绕境活动 中小学校园停止对外开放 社团停止召集活动 指挥官陈时中也建议在警戒二三级范围的民众 应该要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对于这波疫情其他县市也不敢大意 虽然没升级 但桃园市新竹县市宜兰县台东县花莲县榆县榆县高雄市屏东县 都陆续宣布进入准三级防疫状态 事实上我们在两天前就已经采取了等同于第三级警戒区域 所有的这些因应的一个作为 同属北北基桃生活圈的基隆市维持二级 而桃园的桃园中立八德龙潭四大夜市暂停营业 住在双北基隆九百多位员工 开始居家办公至二十八号 高雄则开出禁止公务员前往双北第一枪 除了公务行程 希望私人行程也可以暂缓前往北部 市民同样避免前往 花莲县政府在开完防疫会议后也宣布 除了中央规范的观光客都必逛的东大门夜市 十六号起暂停营业直到疫情趋缓 而流动夜市同样全暂停 至于宜兰县因为有不少民众都会搭车通勤 宜兰县政府强调转运站车站都会加强倾销 县长林滋庙也呼吁 非必要不要前往双北 全台新冠疫情拉警报 各个县市祭出最严谨的防疫措施 防止病毒扩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